众所周知,德云斗孝舍将在今晚迎来最后收官之战,德云一哥到底花落谁家?本集金手指到底指向何人?在最后一期中都将揭晓最终答案,不可否认。 九期节目下来,张赫伦、孟赫棠、秦潇贤等一众弟子各展才艺,也近距离展示了各自的魅力与性格。因此积累了不少人气口碑,如今节目也是已经官宣了第二季,而如今节目已经快收官了。 说起节目中最亮的仔,非秦潇贤莫属,说到了师父郭德纲、大爷于谦的指点。他的相声水平和实力也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,从第一赛段到第二赛段。 再到第三赛段,从自嘲到即兴旧场,再到长冠口,一次比一次炸裂,一次比一次惊艳。大家也是看见了一个没有标签的秦潇贤。 近日,岳云鹏也是出席某节目。在采访时,他也是坦言,德云斗孝舍,不管是谁,最后拿到斗孝王,都是实至名归。因为他就是觉得每个诗歌都是很优秀的,大家也是在节目中得到锻炼。 尤其是秦潇贤,真的是可圈可点,就连我两个女儿看节目的时候都说,秦潇贤叔叔笑起来真好看。 哈哈哈哈,不过随后岳云鹏也是调侃道,不过如今这个富二代变了。 抠,真抠。上次我帮两个女儿找秦潇贤要签名,但被秦潇贤拒绝了,这也是让大家好奇。 随后,岳云鹏也是解释道,秦潇贤说我找他要签名是假,肯定是想让他辅导他女儿做作业。 他才不傻呢,哈哈哈哈,秦潇贤这回复也是让网友笑翻。 当然,大家喜欢这个师弟,也乐见他受欢迎,但是他们心里也清楚,敲打魔力还需继续,要成脚。 路还远,我们相信老秦的努力,也期待着老秦的成长。 路还远,我们相信老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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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成长。 因为弟儿条,我们相信老秦,我们相信老秦要递人通过的好问。 我相信老秦,我们相信老秦也行请 hätte老秦,这也是好事,老秦。 这是你 即使小似乓这个宗旺路,对话和来的一同一路久,安母照整个时刻和脱 Sicher粉丝裤 更多重症时间。 明年早已实负罗,我们相信老秦纳 did射成长。 您 Chaosicki Shop,我将启助自己拿这两个后效果和联系 hosted Clan zone。 你这个宗旺的一期就必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